另外是商周刊登市售鲜奶残留动物用药的报道 引发了轩然大波 农委会跟食药署的检验结果都是零检出 不只是落农要求道歉 否则不排除提告之外 在今天晚间商周发布了声明表示抱歉 也赶在食药署所提出的截止时间前 再次提交了更完整的研究报告 在截止之前他已经送到了 所以我们谢谢他的配合 那对于行政执行法 要裁发的部分 其实那个事实已经不再存在 补件之后我们会请专家协者 来对他的内容做一个分析 那么也会请周刊或者是陈老师 一起来做一个协数的研究 然后对于他的方法是不是可行 或者是对这个判断的部分 是不是正确 我们还要来做一个讨论 食药署表示 不会再要求商周补件 如果需要的话会直接邀请 做出研究报告的 明传大学教授陈良宇来说明 如果不来一样要罚 而另外商周发表声明表示 报导造成了社会的纷扰 并不是他们的初衷 他们深感抱歉 未经许有商周衷 明似� plains 曹钦 工